如果要隨便眨 我也會有隨便眨的風格 然後還有就是 今年就蠻流行這樣子 小戴麗賀本的那種頭髮 妳現在頭髮那麼短 也沒辦法綁 其實可以 可是我不敢 我過不去 為什麼 就會覺得我在裝可愛 但是他們兩個就很合理 對 這是人的問題 你看這張 25歲 拜託 這個是我啦 你 我上個禮拜在我家拍的 老師你這一系列傳給郭亞棠好不好 大家學習一下 太可愛了 少女 這個 這也是妳 這也是我 因為那時候我們公司有出 一些藝術家的T恤 就可以戴個棒球帽 可是一般人家戴棒球帽 都把後面扎馬尾 那我就把它弄兩個 這樣子感覺 還要戴帽子 那還有手勢也要少女對不對 對 像我自己就很喜歡 小動物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有養貓 所以像這種耳環 就很可愛 這招財貓 去哪裡買 我就會常常自己這樣子找 還有像這種花 像你的耳環 如果換這個就會在那裡 真的 妳剛好配妳的衣服 然後今年 現在年輕人很流行這種 很像壓克力 珠珠串的 那我也會去嘗試 那我覺得就是搭配衣服 就很合理 然後我也是一個那個蝴蝶控 所以是要各種蝴蝶結 所以妳也喜歡蝴蝶 超喜歡蝴蝶結的 所以像有時候我也會這樣放 好適合 好好看喔 要這樣做麵 然後像這種小包包 全部都蝴蝶 蝴蝶結 然後妳在搭配的時候 妳就可以這樣 我也很喜歡像這樣 這個我也可以 對 非常可愛 就是它有玩偶 妳剛剛很喜歡玩偶嗎 像這種玩偶的手機殼 我也很喜歡 然後還有像妳看到 這個是悠遊卡夾 然後這個很像熊貓對不對 對 妳看 利谷 有一個球球 妳在這裡會覺得超可愛的 這個就是手拿包 跟妳共識的妹妹 會不會壓力有點大 不會 共識的妹妹 我會覺得有時候 比較受不了的是 譬如說像我們穿這樣 可是譬如說我們配 就配這種很軍靴對不對 就是不要從頭甜美 甜美到腳 太甜就會噁心了 對 就有一點膩 對 膩膩 所以我們就會稍微 鞋子讓它個性一點點 或是休閒這樣子 那我的同事呢 可能二十六 七歲 他們就甜美 甜美 甜美 就來個繡花鞋 對 他們 繡花鞋怎麼會 繡花鞋是應該七 八十歲的人穿的 永和中興街買的 就真的是那種繡花鞋 那我就會說 為什麼你們會穿這種繡花鞋 他以為很可愛 你跟媽媽借的嗎 沒有 他們覺得很時尚 可是我們有時候 全是不好 你就會變成那種阿桑 阿桑 對 你可能還是要用流行的搭配的角度 像我這樣子穿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的女兒都說 阿姨那些洋裝好可愛喔 對 媽媽我也要那樣子 反正他們的女兒要穿得跟我一樣 我每次看到妳都覺得妳沒有女兒 真的太可惜了 我也覺得很可惜 真的太可惜了 生不出來 算了啦 但是妳知道 當我認識Apple那一刻開始 至今我都不相信她是現在這個年紀 妳平常會被誤會 比如去夜店叫妳拿身分證這種 常常搭計程車的時候 司機就會問我講說 妳怎麼翹課 他說妳不是大學生嗎 怎麼這時候在外面 而且妳比妳男友大 對 可是他看來比妳大十歲 所以他不要保養 他不是在聽都會哭嘛 真的 所以我平常其實居家的時候 我可能也是穿像這樣子 休閒 我跟你講 少女星從 像老師從配件穿著 Apple就是陰陽嘛 那些可愛造型的口罩 因為像最近不是大家都 現在一定要戴口罩才能出門嘛 然後我就是覺得 戴那種宿舍的口罩會有點 會想要像在醫院這樣 對 會有點無聊 所以我就會說 麻煩送更生的兩個好嗎 不是吧 布丁狗的好不好 這樣好像沒有男子氣開 換一下 我再回監獄混不下去 不是 人家以為妳是剛看診看完 然後趕快過來 我今天帶的就是泡泡先生的 然後這是布丁狗的 然後這個我很感動 因為我前幾天就是知道 有賣皮卡丘的 寶可夢 然後我還特別叫我男朋友 載我去搶 他開賣第一天我就去搶 但是已經賣完 那怎麼辦 所以這一包是我男朋友 偷偷在那個網路商城買的 但是他只有買五入 太少我就捨不得帶 捨不得帶 我那裡有一個朋友 偷偷這樣塞了給我 每幾個薄薄的 大概三四個 還是四五個口罩 L.O.V的 我還問了L.O.V有出口罩嗎 有 好像沒有 應該是紅 好像沒有 所以他偷偷地塞給我 對 但是我們剛剛聊到這樣 初老的鏡頭其實還很多 鏡頭 鏡頭 網友很多是不想要承認 但必須得承認 希姐 好 我們繼續來看 第二名就是你常常忘記 自己要什麼 或是要說什麼 常常會丟三落四的 網友說忘記要說什麼還好 常常就是你一開口 然後你就忘記了 這個比較嚴重一點 再來第一名就是你的毛孔 越來越明顯了 用了很多保養品 或是美容品都沒有用 網友說以前就覺得自己的 這個皮膚狀況還OK 但是現在都要靠外力來支撐囉 是不是說到各位的心坎裡了呢 旺東旺西很常有 有耶 現在很流行就是 自己的清單要自己把它寫 對啊 你要幹嘛要幹嘛把它寫 在一個模樣 後開始的 這種嫩妹就很前奏 怎麼會有這種鏡頭呢 我都沒用 沒有 我想要知道 因為我想要提前預備 就是 你可能明年你就會這樣 真的嗎 對 因為我們只隔一年 但是 像我那個有一次是 我的狗都不吃零食 我都給牠吃新鮮的蔬菜 所以呢 我就帶著手機 正在跟我朋友講 然後講完之後我就放下 拿了菜出來要給狗吃 就 我就想說等一下要對稿 我要找手機 我怎麼找都找不到 我就打我自己的電話 我就一直聽到在廚房 我就確定就對 剛剛就是有人來廚房 牠怎麼找不到 最後牠躺在冰箱裡 你就拿了狗吃 我就拿了東西 牠就落在冰箱 然後有一次就是 我帶我子女去便利商店 我就是用信用卡 逼那個附贈 然後逼完之後呢 我就一直在我包包裡面 找那個信用卡 找很久 我說史丁 我信用卡不見 我還回去全家 然後逼那個店長 給我調監視器 我說我是不是逼完 我沒有拿走 他說小姐 我們這邊真的都找過沒有 我說不可能啊 我最後就會在這裡用的 最後我掛失了我的信用卡 之後呢 那不只出啦 眼睛還有問題嗎 偶爾會有這種 錯怪人家店員 在那邊 對 我會逼牠掉監視器 我跟你講我有一個經驗 超嚴重 也是喔 我就去百貨公司逛街 逛剛好想說 買完就要走了嘛 我就去停車場開車 然後再逼 想說我停B2 B2找101的停車場有多大 找不到 真的找到我 真的火到一個不行找 然後還請那個先生說 我車號幾號 不是有那個系統可以按 他說沒有這台車 他說那小姐還是你去B3 好 就去B3 B4 B2 B3 全找遍了 我真的放棄 我就想說算了 不然我報警好了 可能被偷走了 我老公就打電話來說 按走了還不回來 我說沒有 跟你講我車不見 然後我剛剛怎樣 他說 不是 你是中邪嗎 你又沒開車出去 真的嗎 那你比我誇張 我真的就傻眼 我有點擔心你 對 我想說 我就在原地 真的站在原地 想說 對 我今天是坐計程車出來 對 你累了嗎 你要不要寫 你要不要寫個弟子 然後放在口袋 好嚴重的 我好害怕我也會變成你這樣 你已經這樣了不是嗎 因為我也是 像我之前跟我弟 就是我們就想好說 那今天我們去賣場 要買蛋 買菜 買什麼什麼的 然後出門前才講過一次 然後到了賣場以後 我就會問我弟講說 我們要買什麼 我弟就說你要買蛋 要買牛奶 要什麼什麼什麼 逛到那個蛋的地方 就拿了蛋 然後就開始又逛 逛逛逛逛逛 就逛了一圈以後 我就跟我弟講說 蛋在那邊趕快拿 我弟又說 你剛剛蛋第一個進來 就拿過了 你忘記了嗎 然後我就覺得 好可怕 你這個要就診 對 所以就是我弟跟我講說 你這個也要 我要就診 一起就診 你開車 所以就是我弟跟我說 他就建議我真的要買什麼 我先打好 然後一拿完一樣東西 就把它刪掉 你真的要這樣 因為我也是需要 而且也會一直重複 買一樣的衣服 這個不至於吧 我會 我有時候一些T恤 我會買過了以後 隔了幾天 一模一樣的 買第二件 你會覺得說 這件好好看喔 然後又再買 對 也要回到家 一翻衣櫃 怎麼我有兩件 我才發現我買了兩次 就就你朋友好不好 怎麼那麼嚴重 這真的滿嚴重 他從小就這樣子 可是你們大家記得嗎 我們以前在沒有 那個智慧型手機之前 我們要用大腦去記 所有人的電話 對 十組一百組 我們都記 而且立刻 對 鎖住 所以其實是科技太發達 導致我們大腦運用的太少 那這個時候永林哥 是 他就可以來告訴我們 我們的大腦到底有失智 到什麼程度 好可怕 好 我們給他 準備你們的版本 做一個短期 記憶的測試 這個板子上有25樣物品 請大家給10秒鐘的時間 最後10秒 太短了吧 盡量記 這個很難 好 開始計時 測大家的短期記憶力 有 可惡 不行寫吧 還不行寫嗎 現在還不行 好 好 我放棄 好 我好像記憶力怎麼不錯 對啊 還不錯 還有什麼 怎麼想不起來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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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想不起來 好可怕 再也想不起來了 好可怕 先看羅哥 蘋果一定大家都中 對不對 蘋果有 有三明治 狗也有 這樣對幾個 剛剛我應該亂寫 沒有電視 羅哥 沒有電視 這不是電視 這這白板 那邊 視力的問題 視力不好 視力也不好 好 蘋果對一個 狗 有 然後這沒有 花有 花有 車有 車有 有 這是什麼字 纏字 纏字 哪裡有纏字 這個 這是七 這個是七 這不是纏字 我的天啊 認識能力有問題 所以四個 所以四個 你有問題